虽然北方的天气还有些任性 但是升温的节奏已经不可逆转 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 各地汽车自然事故频频发生 也让车主们很担忧 这汽车着火了怎么办呢 近日山东资博市一辆面包车自然起火 现场大火熊熊燃烧 大量浓烟涌出 引来众多群众围观 接醒后赶到现场的消防官兵 立即用水枪进行突救 十分钟后大火被扑灭 但面包车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无独有偶 前两天在重庆凤节线 一辆停放在路边的越野车发生自然 现场火光冲天 市民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大火很快被扑灭 但越野车也基本报废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天气炎热是导致汽车自然的重要原因 但更主要的还是汽车零件的破损老化 引发自然诱因一 电路老化引起短路 自然述谷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发动机舱内着火 而这是由于电路老化或者绝缘胶皮破损所致 由于线路并不暴露在车体表面 所以不少驾驶员因此疏忽了对它的检查和保养 引发自然诱因二 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 油路在自然事故的诱因中和电路隐患同样重要和可怕 由于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 夏季高温环境下 发动机舱内温度急剧升高 足以点燃深处的油液造成自然风险 在夏季来临之后也要进行就是说几个方面的检查 这个就是发动机的油地壳 像这个客户的话他就是过来处理 现在处理漏油 所以说这些都是对自然产生至关影响的一个作用 引发自然诱因三 改装和易燃易爆品 其实想要避免以上的两点情况发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定期检查和保养及时更换破损线路 除此之外还要杜绝不科学的随意改装 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品的摆放 最后如果您遇到了车辆自然也不要慌 冷静处理才是关键 如果发生自然的情况下 首先第一个自己先观察这个火苗到底是从引擎盖 还是在你驾驶舱燃起的 这个就是要做到一个观察 第二个就是迅速关掉你的电源 交警还告诉我们 在车内配备便携式灭火器 勤检查勤保养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这样才能让您的爱车不再那么容易上火